高通報觀光室公佈 幾年來臺灣入客消費的狀況 顯示說 韓國的入客最高賣 平均一天在臺灣開一千五百塊的台票 是南鄉十八個國家來臺灣的入客 臨所最多 但又跟他已經正常比起來 整體的消費力有比過去 在這群站邊這間很有名的導臨店 一載去著掌水外國的入客在排隊 觀光室占在 幾年來臺灣外國入客進行調查 美食跟第四個消費是 欽觀光客來臺灣的最主要原因 那在國北的部分是韓國入客第一名 平均一天開四十四點九十五金 華盛代表差不多一千五 再來是中國入客 第三名是港外入客 一天差不多開一千兩百塊代表 衣服也有 昨天買了鞋子 好買嗎 好買 好好買 人看入客的臺灣國家 也比已經漸漸無聲港 在九年前 六百四十九百年外國入客 裡面 新南鄉十八個國家 三十四十七 港五客買到兩下 日本客是白第三十四趴 平均停留的時間是七點三九晚 經濟消費比過去稍微下半 觀光室今年 和來臺灣的目標入客 頂著一千萬人 高東部長立民安表示 在A8年下落棚手 對此 基票和國體票上插下方案 今年包括地震 包括颱風 包括中共的軍演 觀光客 今年上半年大概少了將近一百萬 我們預估啦 到目前大概是四百三 四百四十萬左右 所以我們還有很大成長的空間 游客的這個大數據 也就是他的動機啦 他的意向 甚至他的需求 這一塊都必須要透過 數據化的分析 來做瞭解 觀光學者分析 營營入客臺灣國家中心碎白 跟疫情之後 越由無色改變 觀光室可以利用 大小股 對無間市場 撒精準的行銷 比如說 江五價是家庭路有較多 依照他們的需求來設計 才能提款消費議員 也讓入客人又再回來 即將綜合部讀